如果你被困沙漠该怎么办 首先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惊慌 此时你可以用毛巾或者衣服把嘴巴遮住 这样可以减少脱水 同时要戴好帽子 帽子可以让你冷静下来 这样你不会出太多汗 以便节约用水 为了防止中暑 你需要搭建一个南北通风的遮阳处 如果你没有水 可以尝试跟在动物身后 他们最终会把你带到水源地 但是和之前建议尝一尝 以防水源污染引起不适 路途中碰到仙人掌果时 可以吃一点补充水分 但是不要吃太多 里面的碱会让你胃部感到不适 如果你有食物 可以吃一些补充能量 但是不要狼吞虎咽 如果你这样做 你会感觉非常口渴 比起没有水 人类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可以存活更长的时间 所以尽可能减少进食 如果你真的需要寻找吃的 最好还是吃仙人掌 因为它安全可食用 你还要学会通过太阳东升西落来辨别位置 在晚上点火发出求救信号 最好接近原先被困的地方等待救援 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脱身 那么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呢